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0 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很恐慌的一年 可是我倒是觉得 在2020 里面我们学习到了很多 我们学习到人跟人中间的关怀 人跟人中间互相的扶持 而且我们也学习到人生的无常 不但是人跟人 世界跟世界我们也关怀得更多 所以虽然是在恐慌里面 我们走过了2020 我相信在2021的时候 我们会把好的这些爱跟学习跟体会 我们把这些体会送到世界各地 那我也希望大家各位不要慌 把自己保护好 就是保护这个世界 那我希望我们全世界的人互相关心 互相祝福 那我觉得这就是2021 我们对大家 对社会 对这个世界的期望 那我希望你也是 我一直很喜欢师父所讲的 心量要大 自我要小 这个就是在 我在走在社会上里面 在做公益的时候 我永远是把自己缩小 因为你说小自己 你看到的外面是大的 所以我想用师父的这个 别忘了 心量要大 你一定要把自己放小 所以你的生活才会快乐 用这一句话鼓励大家 华谷山除夕壮中 108 for all 为世界祈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